巴黎双施案,警在约谈欧石成 警警侦办实践大学57岁副教授张翠平和经商退休的丈夫78岁陈进福双施命案 昨天再度展开约谈行动 妈妈嘴鼓动欧石成昨天上午到天母派出所发到后 随机坐上警方正房车离去 欧石成的委任律师表示 警方再度约谈,只是确认上司笔录的细节 此外,警方昨天也将欧石成停放在妈妈嘴旁的白色自小客 拖到卢州违规拖掉保管厂保管 对此,欧石成的律师提出质疑 担心遭到栽账,希望警方不要搞小动作 警方澄清,由于命案发生后当地游客聚增 担心车辆被好奇游客碰触 才会移到拖掉厂保管 并未对该车再次财政 士林地检署表示 今天将决定是否对欧石成,吕炳红,钟点峰等三人 提出羁押抗告 动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